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要继续讲这个高级语法的第39节课 那么在讲课之前呢我们先来巩固一下上节课我们学过的什么内容 我们上一个学过的什么呢 这个恩能徒杰旗鼓啊 那么这个恩能徒杰旗鼓的前面呢要跟什么词呢 要跟这个名词来连接的 那么它跟什么的用法是一样的 跟这个差价鼓的意思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讲过了这个恩能差价的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呢先不说暂不说姑且不说这样的意思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怎么翻译啊 先不说饭了啊 那么这件事呢先结束的话就好了啊 那么 밥은 둘째 치고 밥은 둘째 치고 일을 먼저 끝내 있으면 좋겠어요 对不对啊 밥은 둘째 치고 那么饭呢是名词啊 那么先不说吃不吃饭了啊 那么一日啊这件事情呢 먼저 끝났으면 那么으면 좋겠다 表示呢什么什么就好了 要是什么什么就好了 那么 먼저 끝났으면 좋겠어요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밥은 둘째 치고 이 일 먼저 끝났으면 좋겠어요 那么昨天呢我们还学过了一个什么动词 或者形容词后面加这个 conar 말 gonna 表示呢什么呢 跟这个腾机 말 등기的意思是一样的 表示呢 做什么 不做什么 做不做 这个事情呢都一样 这样的一个语法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不管语大不大啊 我都不关心啊 皮が怎么样呢 皮が 많이 우거나 말거나 제가 참고 없어요 제가 관심이 없어요 这样说啊 那么皮が 많이 우다 우다是什么呢 一个动词啊 우거나 말거나 不管下的大不大 那么呢 저는我呢 관심이 없어요 没有关心 不关心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呢 学过的两个重要的语法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介绍的两个重要的语法呢 一个是这个 ku du nan da 表示呢 充分的意思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什么什么 呃娘 くまにだ 表示呢啊 这样的话就算了 这样的话就罢了 这样的一个含义啊 那么具体呢 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 那么动词的后面呢 加这个ku du nan da 表示呢 充分的可能性啊 这个充分 什么什么 当然什么什么 肯定什么什么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动词后面加这个ku du nan da nan da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是表示剩余的意思 剩下的意思